大巨蛋爭議現在傳出 北市府市長柯文治曾經委託密事 在遠雄和市府之間穿針引線 希望能夠解決大巨蛋 不少市議員就透露 有不少民間企業人士希望能夠居中協調 幫助解決大巨蛋問題 大巨蛋爭議未解 傳出台北市長柯文治曾經派密事 在遠雄和市府間穿針引線 私底下協調令大巨蛋復工 柯文治沒有多做回應 但是市議員林瑞圖透露 過年前確實有大企業家找他 表態願意協助幫大巨蛋 找出拆彈和逐件之外的第三方案 市議員陳彥伯就表示 密事團多達十幾人 希望居中協調更加點名前市政顧問 准政委張警深也是其中之一 平面媒體報導大巨蛋有密事團的消息 令大巨蛋爭議再受關注 過去北市府一再出招 制出停工甚至合意解約 更加被外界解讀 可能是想坐以戰逼和的策略 崔遠雄盡快復工 但北市府對相關訊息都不願評論 亦都強調 目前市府立場仍然是解約 太過了 谢谢大家